哈囉 大家好 我是邱澤 哇 現場的朋友覺得今天邱澤帥不帥 帥不帥 非常帥對不對 讓大家呢 覺得呢 非常非常的 整個記憶非常有心的 小姿女白 向前衝的一些經典的告白劇情 等一下就會重現這個舞台對不對 是 裡面 秦子綺跟沈信仁告白非常重要的是什麼東西 掛爺泰 是 哇 邱澤最喜歡吃花椰菜了對不對 我嗎 對 我還可以 好 好 戲裡面你比較不喜歡 對 戲裡面你真的不喜歡吃對不對 這個送你 希望你以後也可以喜歡吃花椰菜 我喜歡 謝謝 讓你怒惹秦子綺的芳心 我的 沈信仁的芳心喔 你如果覺得有一些話想說 或者是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在晚上或是在任何時候 你可以跟他講 搞不好我聽得到 我剛剛從佳明湖下來 但是沒有真的登上去 就是中間環境氣候太惡劣 所以我們就有中苦折返 最近一個計畫是 因為我們這次跟資深堂合作效果非常好 然後我們的互動也非常良好 那之後 最近的一個計畫是 我們很有可能跟資深堂做一個 比較深入的密切的合作 那也希望各位可以精神期待 目前有幾個劇本正在篩選 大概什麼類型的 呃 我現在還沒有整個具體的看到 因為劇本都在公司那裡 期待什麼樣的角色 我其實不會比較 呃 比較不會預設應該要有什麼樣的角色 但是我希望整個故事架構可以 還是可以稍微偏向喜劇 對 因為我還是比較喜歡延期劇 那最近有看到趙佑林跟趙媛媛 就是好像交往的嗎 所以他自己有想要怎麼會加油嗎 去加油喔 對 大家放心台灣蠻型的 就是大部分的挑戰感 我怎麼覺得你好像比我還急啊 我覺得隨緣啦 對 就是 花椰菜告白 就是趙媛媛 花椰菜告白 因為我平常就很喜歡吃花椰菜 所以應該是用不到 其實其實不喜歡吃花椰菜 所以他在戲裡面用花椰菜告白 會比較有傷力 那用什麼樣告白 用什麼樣告白 用什麼樣告白 秘密 看到很多人在同一場 知道嗎 是 嗯知道 因為之前戲劇都有打過一台 可是等一下看到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互動 看情況吧 因為感覺人那麼多 也不一定真的碰得到 那我覺得我們也是一直 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 因為 我們知道對方應該很久了 大概十年有了 對 但中間沒有機會合作 然後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很有趣 就是我們從很小的時候 就大概知道對方 然後 到現在都還在同一個圈子裡面 然後包括我們到現在還是 在繼續演偶像劇 包括我們的戲也在 也在同一時段播出 那我覺得 應該是我們都在這個圈子裡面 很努力 對 才可以有這麼長的時間 都還在這個位置 對 你會太印象了什麼 很溫柔啊 李大仁 李大仁 對 李大仁 對 感覺是對女生很貼心 很溫柔 如果媒體要求 不是到你做嗎 OK啊 所以你們會願意主動示好嗎 願意主動示好 我覺得如果有碰到的話 打聲招呼是禮貌 一定會有 對 對 谢谢大家